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成名之路 今天呢我们继续上期的内容 我们继续征招模式的第三轮的比赛 还是这套4141,大家可以再稍微看一眼熟悉一下 我们第三轮遇到的对手呢 一套4231,话语反应不是很高,只有78 但左面有黑卡的C罗,前方有奥巴妹样 前要用了黑卡的艾莱拉 其实整个队伍的球员还是不错的 只是话语反应不满 比赛提的很紧凑,我们都没什么机会 一开始双方都论了两条远射,直到68分钟 飞给南迪奥终于跑出一个空档 同射帮助我们取得一笔热领先 我回来不离开玩笑 他这个球都没能记得我只能说我实在太幸运了 90分钟他压比较靠前了后面没什么人我们有一次单刀的机会得派 可惜还是被门奖没收了最后呢我们就是1-0取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又来到了决赛 决赛碰到的对手呢有英雄卡的斯里罗还有苏雅雷兹还有克鲁斯 剩下的中场就感觉都非常的一般了 不过他既然能杀到决赛呢肯定说明他应该操作或者其他方面不错 后来反应只有84 开场10分钟他就拿了斯里罗的进去一扭 第一次断下来了但是球又回去了最后还是他骗到一个点球轻松发进 让我们赶紧换上了内马尔提下的马塔 斯里罗雷兹这个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都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位置起脚 非常漂亮一个球 我们也在50分钟零边落后 这个球进的多多少少有些幸运吗 他两个会不会撞在一起呢 正好放过我们斯里罗雷兹 单刀终于帮我们进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又是斯里罗雷兹 非常可惜 还是被门尖要扑出去了 其实二分钟我们拿到一个角球 斯里罗也是感觉运气不错了 不知道怎么进去捡到这个球 但是进的非常漂亮 一个倒钩 90分钟也是我们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 CEO在进去里做了一系列的彩蛋车 然后传给插上来的小猪 帮着我们在90分钟绝杀3比2 这场比赛当时踢的真的是非常紧张 而且一上来也没什么机会 50分钟的时候还在0比2落后 最后能反超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当时还在直播 还有不少观众给我鼓励 所以在这里也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最后三个卡包 我开卡包一贯的情况 大家也清楚 大家自己看一看吧 基础拿5颗星的Skimos 卖了950 剩下的其实 我觉得比上期好一点了 至少这些 这些体能卡 合同卡 还支些钱 第二张卡 跨迪斯马 五颗星的Skimos 现在就1300 三四的样子 剩下的人也都不值钱 但这个包也不错 给了我3000的coins 最后这张 一开始以为马塔 虽然马塔不好用 但也不错 结果是特洛 速度快 但是连赛太差了 也不值钱 剩下的什么都没有 哎 开卡包这张脸实在是太黑了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Skimos的比赛 我们现在到了第六 来看看我们第一套阵容 这是一套呢 算是混合阵容吧 其实我主要非常想用的是 马丁内兹 主要原因是 他非常壮嘛 然后有四颗星的Skimos 四颗星的弱势角 速度821 射门82 感觉非常不错 想试一试 然后我们还是从后面讲起吧 门将没有什么 主要为配华反映 Size 2之前用过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用完直接可以扔了 然后联盟中后卫 都来自巴西 一名是科斯坦 来自罗马 他这个 看起来非常不错的 速度也非常快 防守身体都达到了80加 价格 小贵吧 7300 然后来自阿斯纳这边后卫呢 速度也非常快 就身体差一点 也不是太贵 只要1200 然后左边后卫就不说什么了 主要二位的配合有反应 然后右后卫 你随便找一个英超的 你喜欢就行了 沃克什么的 或者便宜 你随便选一个都可以 中场呢 用了菲尔兰迪奥 因为在正招模式用过 他觉得非常不错 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加个也不是非常贵 6600 天佑用了瓜林 他有张黑卡 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呢 9200 三颗星Skimos 稍微差一点 四颗星就更棒了 但数值上看非常均匀 而且非常壮 左边这个来自 应该是 国米的吧 一个90后 非常小 我不知道怎么读啊 数值上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防守76 身体83 传球稍微差一点 传球再好一点就更好了 用着呢 其实感觉一般啦 除了撞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优点 左边风 用来自乌克兰里面的左边风 四颗星的Skimos 四颗星的Skimos 速度也非常快 92 传球也非常好 80 价格不太便宜吧 要14000的样子 马金内斯刚才说了嘛 要差不多3万的样子 右边18步 因为正好可以和马亚内斯配WiFi嘛 他也又快又壮了 四颗星Skimos 继续试一试嘛 他也转到英超 价格要3700 好了 第一套阵容就是这个样子啊 来看看我们第六的第一个对手 对我数只有83 我差点当时没被吓死 阿奎罗 伊布 迪玛利亚 德布劳内 伯格巴 杰利亦 真的太吓人了 真的太吓人了 马亚内斯在进去里的贾运钻非常棒了 这可以最后射门被扑到了 然后62分钟 伊布孔球打我们的反击 直塞传给边路阿奎罗 给甲扣 最后缓过我们后卫 其实我什么都不敢按了 但他缓过去很正常 真怕被判点球 最后还是被门键没收了 骑士5分钟 又是费人难掉1比0 这个球能进 我也很意外 最后凭着这个锦球呢 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也拿到第六的第一个胜利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 暂时也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